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缅甸局势有关的消息 这里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开篇介绍闭门审判秘密开始 两位被告通过视频出庭 辩护律师甚至不知道发了什么 而到他下午周二赶到法庭时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到一个小时 两周前在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的缅甸文治领导人昂山素季 和被废除的总统温民审判在周二开始 他们面临着各种晦涩难懂的指控 可能会分别入狱六年和三年 昂山素季女士被指控违反进口限制 在她的别墅大院里发现了对讲机 还有其他外国设备 同时她还被控违反了自然灾害管理法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与人群互动 而这样的指控以前从未公开披露 温民则被控违反了自然灾害限制 缅甸执政党和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 指派了一位律师为昂山素季和温民来进行辩护 此前缅甸军方声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大选存在舞弊行为 于是在今年二月一日扣押了昂山素季和温民等人 随即接管国家政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还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要求重新举行大选 将国家权利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党 昂山素季以及其他政府高层被捕 引发了缅甸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数十万人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 呼吁释放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的律师在昨天曾经告诉媒体 昂山素季的拘留时间将被延长 再次研发民众抗议 西方国家普遍强烈谴责缅甸军方的行动 英国外交部原以一份机密报告指出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 执意要摧毁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盟 以便让自己坐上总统大位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一次针对昂山素季的审判充满了异常 昂山素季的律师最初被告知 法庭程序将于周一开始 然后又被通知将在周三开始 结果在周二上午十一点他突然接到通知 说当事人已经通过视频会议出庭 人权律师表示这个时间似乎是他们不想让公众关注这个案件 但是随着审判消息的流传 缅甸民众迅速再次上街 与昂山素季和文明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数十位政府领导人 对他们的指控尚未公布 而缅甸上周末宣布允许无限期拘留 被认为是直接针对此案而来 现在军方抵消了有关于西方有针对性金融制裁可能产生影响的问题 他们驳斥了一场联合了大概七十五万名医生公务员铁路工人 电力供应商还有其他人员的公民抗命活动 认为这是抗议者缺乏爱国主义的证据 同时也为军方多次暂停网络服务 禁止社交媒体网站的行为进行辩护 军方声称因为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是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主要来源 目前缅甸局势仍然十分紧张 而各方也仍在观望之中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两会有关的消息 根据香港明报在今天的报道 与二零二零年一样 今年的两会境外媒体只准驻京记者采访 不接受临时复京采访申请 大多数采访只能通过网上视频书面形式 两会采访收紧今后恐怕会出现长期化 文章表示 以往中国政协大会开幕日期十三月三日 比三月五日的人大开幕早两天 而今年政协开幕则在三月四日仅比人大开幕早一天 明报分析认为 以往政协早于人大两日开幕 实际上是早一天半 由于政协与人大的会期大部分重叠 中间相差的一天是供政协委员讨论政协主席工作报告 此外七常委也利用这一天到政协各界别分组会议去听取意见并发表讲话 香港明报认为按照惯例 总书记国家主席首日出席界别是根据当年情势而定 而国务院总理首日去的政协分组会一定是经济类别 讲话又被外界舆论视为是中国政府当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向标 但是由于二零二零年开始两会日期变更 政协开幕立日接着就是人大开幕 高层出席政协分组会议安排调到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 而且去年习近平打破惯例去了经济界别讲话 彰显了所谓党管经济的改变 而李克强同日则出席的是科学和科技界的联组会 香港明报认为中国两会维持二零二零年的这一种安排 紧凑会期减少对政府工作报告主题的干扰 至于政协工作报告本来不是政协大会主题 主题只是配合人大参政议政 另外由于会期有所缩短 二零二零年开始领导人落团次数相应减少 习近平本人除了出席政协经济组会之外 只去了内蒙湖北解放军武警三个代表团 与往年经常要去七八个团进行讲话相比 工作强度有所减少 此外明报分析认为 与二零二零年两会主要议题民法典不同 今年两会的主题是十四五规划纲要 事关未来经济发展五年动向 此外近半年来有八个省都更换了省委书记 人大主席团也会有更多新面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Axios的报道 文章介绍得益于外部投资以及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强势反弹 现在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吸引创纪录的全球资本 其中很多是来自美国投资者 随着更多的资金流入中国市场 中国政治领导人将有一个明确的机制来增加国家的政治权利 使中国有更有力的武器来挑战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中国的目标是所谓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公司 政府债券以及其他人民币交易的证券 他们将被迫购买并持有人民币 而全球投资者持有这些中国资产越多 就越有利于中国货币地位国际化 专家表示除非给投资者一个安全的场所来放这些货币 否则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储蓄货币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进入国内消费市场作为武器 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迫使从航空公司酒店到好莱坞电影公司 还有其他许多公司避免踩到中国共产党的红线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更加有利可图 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利用市场准入 作为砝码 随着更多国内投资者直接投资于中国市场 这可能会加强中国政府的能力 通过威胁冻结投资账户 以及启动审计来实施国内法律 或者是进行预外执法 而文章认为作为金融超级大国 美国在如何监管和监督这些市场方面表现得相对克制 实施准则主要是为了查出欺诈行为 保护投资者 同时促进全球资本流动 美国的制裁通常针对的是恐怖主义资金 武器扩散以及严重人权侵犯者 但是在中国中国将政治反对派视为等同于恐怖主义 或洗钱等犯罪行为 并可以对其进行惩罚 从数据上看 截至二零二零年 在大陆香港以及纽约伦敦新加坡证券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 总共已经接近十七万亿美元 其中绝大部分超过十一点七万亿美元是在大陆的交易所上市 而这样的总额已经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还有翻凹交易所总市值相媲美 文章认为即使川普禁止美国投资者拥有某些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的股票 国会也通过了将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出名的相关立法 但是根据数据 中国仍然是美国投资者最大单一国家风险敞口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禁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证券交易所 可能会将中国公司推向香港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从长远来看 这可能增加这些交易所对美国交易所的相对力量 同时中国正在开发数字人民币 全球支付巨头Swift已经与中国央行合作帮助开发其项目 而数字化人民币有可能会加快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并扩大北京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参与政府咨询的人士透露 中国正在探索限制稀土矿产品出口 这些产品对于美国F35战斗机 还有其他尖端武器的制造至关重要 工业和信息化不在上个月提出了对中国十七种稀土矿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控制草案 其中中国控制大概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供应量 行业高管表示政府官员曾经向他们询问 如果中国在双边争端期间限制稀土出口 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将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 业内高管补充表示政府想知道如果中国实施出口禁令 美国是否可以难以制造F35战斗机 同时他补充表示北京希望更好的了解 美国如何快速确保稀土替代来源并提高自己的产能 中国自身的稀土安全并没有保障 当中美关系恶化或者是缅甸决定关闭边境时 这样的优势可能会出现问题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在电力系统还有磁铁等关键部件上严重依赖稀土 国会研究报告表示每架F35战斗机都需要四百一十七公斤的稀土材料 文章认为中国此举是在中美关系恶化 两国技术战兴起之后 川普政府试图让中国企业更难进口美国敏感技术 比如高端半导体 拜登政府表示也会限制某些出口 但会与盟友更紧密合作的背景下所提出的 北京对稀土的控制有可能成为与华盛顿摩擦的新源头 但是也有人警告说 中国任何激进举动可能会适得其反 促使竞争对手来发展自己的产能 中国外交部去年表示制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波音公司和雷神公司原因是向台湾出售武器 拟议的指导方针将要求稀土生产商遵守出口管制法 以规范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材料运输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将对该清单是否包括稀土有最终决定权 同时稀土也是制造包括智能手机电动汽车 还有锋利涡轮机在内产品的核心 有专家表示高管和官员也质疑将稀土正式纳入出口管制制度是否明智 他们表示这或许将激励北京的竞争对手加快自己的开发步伐 最后咱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二月十六日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等九位泛民主派人士 涉及非法集结案开审 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还有薛诺轩在庭上认罪 李志英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以及何俊仁等九人 因被称涉嫌参与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的香港修例风波集会 也就是反送中集会 被控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案件在二月十六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 预计需要十天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 除了上述两人之外 其他七人不认罪 案件仍在审理中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早些时候的今日华尔街节目中 我们为您引述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 介绍了马云蚂蚁集团股权背后与中国政商家族的更多秘密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为您回顾二零一四年纽约时报 针对阿里巴巴集团的独家报道 在二零一二年阿里巴巴宣布 已经完成七十六亿美元来回购亚股一半股份的交易 这样一家巨大的电子商务巨头 通过特定的投资者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 尤其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还有三家中国知名投资公司 阿里巴巴没有详细说明的是 这些投资公司分别是博裕资本 中信资本控股 还有国开行的私人投资部门 都与中国政治精英有着深厚的关系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他们的高管队伍中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最有权力的成员的儿子 或者是孙子 也就是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 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还显示 第四位投资者在当月买入阿里巴巴股票 这是新天域资本 这是由中国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孩子共同创立的私募股权公司 新披露的信息只表明了现有股东信息的匮乏 而这是今年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的一部分 对于其他股东的了解则相对较少 阿里巴巴上市时 这类政治关系的投资者可能会获得丰富的回报 此前分析师预计 这次发行对公司的估值可能会带来超过两千亿美元的收入 在这样的水平上 即使是百分之一的股份也将价值二十亿美元 新天域资本报告表示 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显示 二零一三年底其持有阿里巴巴股份价值 是其初始投资成本的三点七三倍 此外博裕资本旗下公司对于阿里巴巴有四亿美元的投资 在同期获得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效益 令阿里巴巴的结构更加复杂的是 二零一二年阿里巴巴大部分的新投资者 包括主权财富基金 中信资本和国开行资本也都是国有企业 就政府拥有的国开行而言与阿里巴巴的关系更加深厚 该行借给阿里巴巴十亿美元 帮助其收购雅虎的股份 而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这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最高层 二零一二年九月 贺金磊他的父亲贺国强当时是中共最高的反复官员 在国开行资本公司来担任副总裁 而根据两位熟悉公司情况的人士说 当时国开行的负责人是中国前经济计划的高官陈云的儿子陈云 陈云本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担任政治局常委 而陈云在二零一三年卸任了银行董事长一职 中信资本仍然是国有企业集团中信的重要投资部门 该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 中信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在二零一二年年中之前一直有刘乐飞领导 其父亲是中国最高宣传官员刘云山 在当年十一月升任政治局常委 而他的儿子在三月被任命为中信证券副董事长 中信资本的高级董事总经理 则是中国前最高计划官员曾培燕的儿子 曾培燕也曾经是政治局委员 现年七十三岁的王军则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儿子 长期担任中信董事长 他的父亲与陈一起被称为八老之一 中信资本的代表表示 该公司对投资不予置凭 而国开航资本和博裕资本的代表也没有发表评论 此外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另外的报道 随着阿里巴巴的发展 当时的公司不仅是撼动了实体零售商的地位 也涉足了媒体金融电信等国家主导的行业 当时为了帮助平息政府内的一些反对声音 马云开始注意培养与北京的关系 比如阿里巴巴是青年商业委员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 而青年商业委员会是国家支持的慈善机构 由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成立 令计划被认为当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官员之一 阿里巴巴也与政治上有关系的投资者建立了各种关系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与中信集团进行了多笔交易 而分析师表示与政府建立联盟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将其视为获得提高批准和许可机会的重要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政府过度干预的保险 马云决定在海外上市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 阿里巴巴曾经考虑在香港上市 尽管规则规定美股只允许有一个股东投票权 阿里巴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合伙机构 让包括马云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香港监管机构当时拒绝破例之后 阿里寻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而当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 投资者可以决定马云的严格控制到底是卖点还是绊脚石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节目 我是主持人Lizzi 以及今天我们要为您着重介绍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作者是著名的记者魏玲玲 文章披露中国狙击马云的蚂蚁IPO 原因是一系列调查之后揭晓了背后真正的受益人 文章介绍有一些中国权力人物 包括一些与习近平潜在挑战者政治家族有联系的人 躲在层层不透明的投资工具背后 而这些信息增加了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忧 还有对于马云的愤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当习近平取消蚂蚁的首次公开募股时 动机似乎很明确 他担心蚂蚁给金融系统增加风险 并对马云批评他加强金融监管的运动感到愤怒 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十几位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表示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原因中国政府对马云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不放心 而其中有一些人将从IPO中获得最大利益 知情官员还有政府顾问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在上市前几周有一项此前未经报导的中央政府调查发现 蚂蚁IPO招股书掩盖了公司所有权的复杂性 在公司股权层层不透明的投资工具背后是一个中国高层权利人物的小关系 其中有一些与政治家族有明显联系 这些人对习近平以及核心圈子构成潜在挑战 文章介绍马云和蚂蚁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从公司上市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利益 文章回顾习近平在担任国家主席八年的时间里 排解了许多竞争对手对权力的掌控堪比毛泽东 当时的举动包括打击腐败打击房地产投机 打击高风险金融活动 习近平也利用反贪污的运动打击实际腐败加强对权力的掌控 文章介绍马云在蚂蚁的股份是通过杭州军汉和杭州军奥这两个投资工具所持有的 此外马云还持有阿里巴巴将近百分之五的股份 而阿里巴巴则持有蚂蚁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的股份 现在蚂蚁已经向中国五亿人提供贷款 同时也金融着全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销售数十种金融产品 但是却不必像商业银行那样遵守法规和资本要求 国有银行需要提供大部分资金并承担大部分风险 有一个熟悉相关调查的人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现在一小群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另外一方面大部分风险已经转移到了国家层面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对于国家权利的公开抨击 再加上对于蚂蚁所有权的调查 构成了习近平决定关闭蚂蚁IPO 并迫使该公司缩减贷款和其他类似业务的基础 文章分析表示这些运动表明 在对科技创业者多年以来不管不顾之后 习近平现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要求 要求他们与中国的政治优先事项步调一致 文章引述熟悉调查的相关人士说 监管机构深入了解了招股书的细节 因此蚂蚁的投资者和股权方式就引发了警报 蚂蚁的很多投资人都被层层叠叠的投资工具和人脉关系所掩盖 一下看不出来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博裕资本 这是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部分是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诚创立的 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 江志诚江泽民的许多盟友已经被排除 尽管江泽民本人仍然是重要的幕后力量 文章分析所谓的上海邦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是由贾庆林的女婿所领导的团体 贾庆林也是前政治局常委 华尔街日报引述熟悉调查相关情况的人说其他被视为有问题的支持者 还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他多年来从P2P计划中获益 但是这些计划在迫使时 导致数十名投资者失去了毕生积蓄 文章介绍马云与江志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马云在扩张阿里时 当时这一家电子商务巨头是他作为中国最富有人的财富来源 最终催生了蚂蚁集团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江志诚帮助马云谈妥了收购雅股在阿里巴巴一半股份的交易 由江志诚的博裕资本中投国家开发银行 还有中信集团私人股本部门组成的投资者财团都有很强的政治关系 资助了所需七十一亿美金的相当一部分 在两年后阿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 财团获得了阿里巴巴将近百分之五的股份出现了价值的飙升 文章介绍博裕资本在二零一六年又成为了蚂蚁的早期投资者 但是这次的方式十分迂回 在香港的基地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法规限制离岸也就是大陆以外支付服务所有权 而支付服务则是蚂蚁业务的核心部门 华尔街日报通过查看商业记录发现 博裕首先是在上海成立的一家子公司 该公司投资了一家上海的投资公司 随后这一家公司又投资了一家名为北京京关投资中心的私募股权 之后又购买了蚂蚁的股份 而这一家北京的公司被列为二零一六年 向蚂蚁提供总计二百九十一亿元人民币的重要投资者之一 二零一八年还加入了另外一批基金向蚂蚁投资二百一十八亿人民币 根据蚂蚁的IPO文件 两笔投资都让这一家北京公司获得了将近百分之一的股份 一下子就躋身了前十大股东之脸 招呼书中却并没有提到博裕资本与这一家北京公司的关系 另外层层投资工具背后还有一个利益相关集团 叫做北京昭德投资集团 这也是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前政治局常委贾庆龄的女婿李伯坦所控制的 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精英中 李伯坦最著名的是在二零零九年建立了茅台俱乐部 这是位于北京紫禁城附近一栋历史悠久房子里的私人俱乐部 到近年来成为了北京政商精英的聚集地 二零一二年上台以来 习近平将矛头指向党内腐败 以及所谓的奢华宴会以及情妇后宫的故事 这些故事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 而像李伯坦的茅台会所举办的活动 被领导人视为是对党的名誉的伤害 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任期早些时候 与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 你们这些人要么把自己吃喝进坟墓 要么就死在床单之间 根据熟悉调查的人说 习近平对蚂蚁上市向中国知名太子党输送巨大利润的金融股权兴趣不大 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 这只是扩大收入差距 并损害他的减贫举措的不良行为 而文章介绍蚂蚁的规模越来越大 监管压力也越来越大 马云当时选择将蚂蚁的股权提供给国家养老基金中投 这是中国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以及中国相当大的保险公司等一系列国家老牌企业 华尔街日报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说 董事会中会有所谓的战略投资者 他们都准备从IPO中获利 而他们同时也帮助蚂蚁股票上市申请在去年顺利通过了各级证券监管机构 这样的申请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批准 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人士说 马云在政治上非常精明 但是如果没有让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富起来 那么他的生意也做不成 而多年来马云正是凭借着这一些政治关系 成为了所谓红色资本家 也就是与统治者有紧密联系的商人 他是红色资本家中最突出的一个 此前大家熟悉的名字有包括容易人这样的所谓红色资本家 当时正是像容易人这样的实业家 在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被共产党接管之后 帮助国家重新站立起来 给予商业巨头一定的回旋余地和支持 也对北京有利 比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开始改造计划经济后不久 柳传志就利用政府贷款创办了联想 这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现年五十六岁的马云在一九九九年 在浙江省会杭州的自己的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 而之后软银的首席执行官孙正义 在一年后与马云进行了短暂会面 就向阿里投资了两千万美元 但是浙江创业的价值并没有被习近平所忽视 他在二零二年到二零七年管理浙江 鼓励向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扩张 华尔街日报引述之前是说 在蚂蚁层层股东中发现的一些支持者 凸显了对互联网金融的自由放任态度 比如房地产开发商王晓晴 他从P2P借贷公司筹集资金 而当这些贷款计划在过去几年中破产时 他通过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间公司设立的私募基金 找到了投资蚂蚁的途径 此外马云有一些长期好朋友 也通过各种投资工具获得了蚂蚁的股份 其中包括中国知名的富豪 比如地产大亨卢志强 还有复兴国际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郭广昌 郭广昌的复兴以及其他几家民营企业 此前因为承担了太多的债务而受到了监管的调查 当时监管部门对于他们的企业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遏制了他们的贷款能力 当时的一系列举动震动了整个中国商界 有趣的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北京的论坛上 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潘功胜暗示了对于马云公司性质的担忧 他当时表示有一些非金融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 他们的股权结构和组织结构十分复杂 甚至存在交叉持股虚假注资 巨额抽投资金等突出问题 而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央行的消息人士表示 碰功胜的言论直接指向的就是蚂蚁集团 央行官员说股权结构是我们对蚂蚁这样的公司进行监管的重要原因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蚂蚁的人士透露 马云曾经计划将蚂蚁与香港市场一起在上海新的科创板上市 以取悦高层领导 所谓的科创板是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开发的 目的是要为科技公司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中国股票市场 但是这样的姿态却没有什么回应 也没有缓解中央官员对于他计划的担忧 蚂蚁现在要作为金融公司进行重组 受制于适用于银行的资本要求 而更严格的规则意味着公司不得不筹集资金来加强资本基础 此外蚂蚁的主要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也会接受金融监管审查将重点审查其资质和资本来源 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调查的官员说 蚂蚁重组需要相当一段长时间才可以完成 能否重启IPO目前还不在政府高层的议程范围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zi李琪 今日华尔街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裴明星教授 在日经亚洲评论上发表的最新文章 文章介绍周年纪念日一直是粉丝的重要场合 在中国纪念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 中国领导人似乎应该从这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中汲取教训 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但是从现在大量美化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强人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来看 这样的一位统治者显然没有心情反思 如果说有的话 他还在庆祝政权所谓制度优越性 庆祝其在大流行期间的有效治理能力 从表面上来看 中国对议长执政的优越性大肆吹捧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当美国英国等领先的富裕民主国家在应对疫情出现失误时 中国想方设法迅速抑制了病毒并恢复了增长 但是北京对其制度优越性的叙述 忽略了一个事实 北京对武汉疫情的最初反应是灾难性的 因为北京政权的保密和审查制度压制了医生和科学家所发出的警告 如果武汉当地的官员允许更多的透明度 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很有可能会拯救更多的生命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应该从疫情中汲取的真正教训 是过度保密造成的伤害 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完全透明 但同时北京也必须意识到过度的保密和审查是代价高昂的 过度保密和审查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后果是信息不对称 地方官员可以误导高层领导 在任何政治体系中 地方官员都比他们的上级控制着更多的信息 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可以报道提升自己事业 对自己仕途前景有利的好消息 而压制相反的坏消息 在民主社会里 自由的新闻界和民间社会可以像是一种安全闸门 减轻这种问题 而极权政权则不受这种监督 在中国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依靠保密报告制度 可以直接传递对上层有价值的信息 而不通知公众 这个系统依靠的是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机关工作的相对少数精英记者 他们只负责为高级领导人来撰写机密报告 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制度有明显的用途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受信任的记者人数很少 影响力也受到限制 即使是获取地方官员直接控制的信息 也很容易被扼杀 根据中央政府在去年一月初公布的武汉疫情初步报道的反应 这个系统显然是没有完成任务 此外中国对保密的痴迷也受制于收益递检法则 独裁者想要隐藏自己的肮脏秘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保守这些秘密的成本却也不断上升 就此裴敏欣教授认为 中国统治者需要明白的是保密和公信力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 一个政权越是试图保密 他失去的信誉就越高 对于中国来说信誉度降低的代价是很高的 尽管很难计算具体的数字 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通常被认为是可疑甚至捏造的 缺乏透明度也导致中国的疫苗功效被达折扣 而世卫组织最近派出的调查病毒起源代表团也未能够挽回中国的声誉 这主要是人们对于中国已经普遍持怀疑态度 文章介绍从现实来看 我们不应该指望中国一夜之间就解放新闻和社交媒体 但是中国必须多开一点口子 哪怕是恢复到习近平之前那种受到严重限制的言论自由和政府透明度 也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步 毕竟在一九九二年到二零一二年期间 当中国处于一种软性威权统治时 当时中共产党还享有了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光 但是在习近平的强硬威权统治下 这些成就现在却面临着风险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与疫情有关的消息 这里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CNBC的报道 文章介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官员告诉CNBC 尽管世卫组织发现中国爆发疫情很有可能通过动物宿主感染人类 但是美国仍然不排除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 官员们正在继续梳理 有关于中国政府最初处理疫情的情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告诉CNBC 机构坚持四月份发布的公开声明 声明强调美国情报机构将继续严格审查新出现的信息和情报 以确定疫情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 美国官员没有公开指向任何实验室事故的证据 大多数研究过此的科学家表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拜登政府官员最近几天指责中国在病毒起源方面缺乏透明度 以批评世卫组织上周对介绍武汉访问初步调查结果不够透明 世卫调查人员在参观了武汉的三个实验室之后 在上周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实验室的事故导致疫情 而有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在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组织正在停止对这样理论的进一步调查 但是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在几天后似乎又收回了声明 说所有的假设仍然是开放的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有一位看过机密材料的西方情报官员告诉CNBC 美国有大量的情报没有公开 情报涉及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 与武汉实验室和其他问题有关 旨在掩盖疫情来源 有一位看过这些情报的前美国官员认为 这些情报没有定论 但是非常重要 两位消息人士都表示他们没有详细说明材料到底是什么 并且说其不能作为实验室发生事故的证据 但是他们说这些情报提出了足够多的环境问题 分析人员一直无法排除实验室泄露的情况 而所谓的实验室理论指的是一种假设 也就是武汉爆发的疫情是由该是一个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意外释放的结果 可能是处置不当或者是实验室废物 也可能是员工在工作中感染 然后传染给他人 美国情报机构和科学家普遍表示 已经排除了疫情是人为或者故意释放的可能性 实验室理论假设是研究人员在自然界中发现病毒意外释放并带入研究这样一种假设 而情报官员则表示 这种情况虽然表面上看不大可能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实验室里 从公众视野中居然删除了包含二点二万份病毒样本的数据库 并且一直不允许查看实验室的笔记和其他记录 仍然十分可疑 科学家们也没有找到可以将病毒转移给人类的宿主动物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麦康奈尔与川普关系的相关情况 根据来自多家媒体的报道 前总统川普在周二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布了一份尖刻 而且极具个人攻击色彩的声明 实际上是向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宣战 因为他没有支持他在二0二0年大选之后的种种言论 川普在其PAC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米奇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政治老手 如果共和党参议员要和他在一起 我们就不会再赢了 麦康奈尔在一月六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后公开对总统表示批判 打破了这一位参议院领导四年来对他的支持 虽然他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投票反对给川普定罪 但是他公开表示川普对造成叛乱负有实际和道德责任 麦康奈尔反对给前总统定罪主要是出于核心性的考虑 但是他也告诉他的核心小组 川普可能面临刑事起诉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麦康奈尔周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这尤其激怒了川普 该人士表示川普亲口叙述了周二的声明 而发去的版本与前总统的原话相比 温度还有所降低 另外一位熟悉情况人士说 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率先撰写了声明的最初版本 有一位熟悉声明起草工作的人士向美国媒体Publico证实 最先起草的一份草案嘲笑麦康奈尔有好多下巴 这是对麦康奈尔形象的侮辱 但是后来川普被顾问们说服将其删除 麦康奈尔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对川普声明的评论请求 但是在周六晚间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他不会允许川普阻碍共和党在二0二0年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 他表示我的目标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 让代表共和党的提名人能够在十一月获胜 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可能是前总统喜欢的人 有一些可能不是 我唯一关心的是这些人有没有被选上的可能性 此外在川普抨击麦康奈尔的声明中 还特别提到了麦康奈尔的夫人赵小兰 与中国广泛的商业联系 在一月六日国会山暴动事件之后 赵小兰宣布从川普内阁辞职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朱利安妮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国会山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美国参议院宣布川普无罪之后 全国有色人种协监会密西西比州国会议员汤普森 还有民权律师事务所 对前总统以及朱利安妮还有两个白人至上组织提起了诉讼 理论是他们在一月六日判论中的作用 在周二项目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中 指控川普和朱利安妮与骄傲男孩还有首试者等组织合作 密谋煽动骚乱 阻止二零二零年国会认证选举结果 诉讼声称他们这样做违反了三K党法案 这是重建时期的一项法规 旨在保护以前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 还有国会中的立法者免受白人至上主义暴力 诉讼书叙述了川普在一月六日袭击事件前的行动 以类似众议院弹劾管理人员的方式对他进行了立案 同时引用了川普在集会上的言论作为证据 证明他动员并指挥当时的暴徒来冲击国会大厦 诉讼表示在他的支持者进入国会大厅后 朱利安妮分别给立法者打电话 要求他们设法减缓选举投票的认证 认为这违反了法律 此外根据另外一份声明 朱利安妮宣布他将解除与前总统川普的律师职务 这意味着他将不再代理川普在案件中的其他角色 目前还不知道这是否涉及以往的案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填补他的中国政策团队 其工作人员过去的写作和演讲 与他的前任川普时期出现的对北京的强硬基调基本一致 这似乎增加了新政府不会回到早期和解时代的证据 新拼用的人员中 包括前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梅兰尼哈特 他将帮助监督对川普政府对策的审查 包括所谓清洁网络倡议 这样的倡议是向各国施压 要求他们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使用其5G网络 在十月的时候他与其他人和谐了一份报告 强调国家补贴助长了华为崛起 并主张对美国和盟国的供应商提供反补贴支持 中国团队还包括五角大楼的拉特纳 还有财政部的罗森伯格 两人之间都在新美国安全工薪工作 在与那里的同事共同撰写的报告中 包括已经加入拜登政府的另外三人 拉特纳和罗森伯格呼吁日本和荷兰建立国际联合体 以制造半导体并使共铭链多样化 中国挑战经常被描述为未来的问题 但其实挑战就在这一 该组织在国会授权报告中这样表示 而在另外一份报告中 罗森伯格和即将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则呼吁美国授权拨款来补偿中国强制措施的受害者 并呼吁美国使得自己在未来的供应链中不可替代 此外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抖音有关的消息 在北京时间二月十七日的凌晨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之前是说抖音某公司自己跳动 正在考虑抖音赴美上市 之前是表示目前讨论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字节的投资者对该计划持支持态度 知情人士表示字节投资者的普遍反应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而分析人士说抖音在美国上市与在香港上市并不互相排斥 字节可以效仿阿里京东和网易等科技公司 在香港再进行二次上市 如果抖音成功在美国上市 则将成为首家在美国IPO的中国社交媒体网络 有数据显示 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抖音的日活用户量已经达到六亿 虽然数量略低于TikTok 也就是所谓的抖音海外版 但是抖音贡献了字节三分之二的广告收入 抖音在二零一六年上线 如今下载量已经超过十亿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藏刚照 shaft 帮盖 屋 靖 省 帮